M1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13 終於到手了 不是這一部 其實是我盒子裡面的這一部 這次的影片也是一個偽開箱 作為了我精心炮製的影片 我一定是用過它之後才拍攝 但是廢話少說 還是開箱先的 很薄 很漂亮的 Macbook Pro 13 我最喜歡的是 13 吋 Form Factor 16 吋的 Macbook Pro 我超級喜歡 很實用 但是 13 吋這部帶出街用 而且看上去很小的精緻感覺 我這部是 Space Gray 的版本 8 加 256 的版本 看看盒子裡面 還有這個火牛支援最高 60.9 W 的充電 也代表如果流動充是 65 W 的 Power Delivery 充電 13 吋 Macbook Pro 用 M1 Apple Silicon 的處理器 已經設定了 廢話其實我不是想說這麼多 但是因為這次的影片 其實在我收到手機之前 已經看到不少關於用 Apple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 的影片 包括有歐美 和台灣 和大陸的影片 但是每個人用電腦的需要 工作和 workflow 都有點不同 所以這部影片是初步的開箱和 First Impression 之後會有一個完整的評測 中期的完整評測報告 用回我們大家的母語廣東話 以及我用這部 Macbook Pro 13 作為 Content Creator 的出發角度 去看看試用體驗 因為這部 Macbook Pro 13 的外觀設計 其實一眼看完 跟之前的 Macbook Pro 13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也不用太多說 一樣是很簡潔的設計 以及我這部 Space Gray 的版本 很輕很薄 13 吋是很搭配 適合帶出街去工作的使用 而不再多說了 但是反而這條影片的第一個部分 我想特別說一下 到底用 Apple Silicon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在這個時刻的時間是適合什麼人 有什麼人可以立刻入手 有什麼人可以考慮一下等一等再入手 而有什麼人是不應該入手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屬於第一類人 你會用 Final Cut Pro 去剪片 而你的工作基本上只是剪片和 content creation 以及有簡單的打機玩 玩 League of Legends 你可以立刻入手 因為我用了這部手機短短的時間 Final Cut Pro 已經針對 Apple Silicon M1 處理器 進行了兼容性的調校 它的 4K 剪片的速度 我現在用 iPhone 12 Pro Max 拍攝的 HDR Adobe Vision 的影片 然後再下載到 8-bit 的內容 攪拌一下 Highlight, Mid-tones, Shadows 十幾分鐘的影片 全程都是 4K 製作 其實它真的很順暢 我還特意調到 High Quality Preview 高質素、高畫質的預覽 也是很順暢的 4K 製作, Multi-layer 的製作 其實它的體驗跟旗艦的 Macbook Pro 我之前用了 Macbook Pro 16 吋那部 它一樣是很順暢的 而它的輸出時間,據我之前的了解 它甚至是快過 Macbook Pro 16 用 i9 處理器那部 這個效能速度的比較 稍後的影片才會再製作 但是初步體驗,它的剪片用 Final Cut Pro 去剪 是沒有彈的,完全是很可靠的 目前這一刻來說 只是一些 Apple 官方的軟件 會對 Apple Silicon M1 處理器做了匹配的優化 但是在過渡的階段 其實也是一些之前用傳統 Intel Based 處理器 Mac OS 的軟件 X86 架構的軟件 其實它都可以透過 Rosetta 2 去配合 M1 處理器使用 當然兼容性不是每一款軟件 以及所有軟件都可以用 但是在我的體驗,其實去玩 League of Legends 我自己用日服,其實是沒有問題 完全可以玩到,甚至我調到 native 螢幕最高的解像度 把所有 graphics 設定調到非常高,非常高,最高的設定 它仍然是穩定的,有超過 60fps的體驗 其實在玩遊戲中,這個 M1 處理器的 GPU 都不弱 還要特別留意,它只是用 Rosetta 2 兼容的模式 並不是 native 針對 M1 處理器進行優化 所以如果之後的軟件都針對 M1 處理器,Apple Silicon 做了優化之後 那個效能是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在我用了這部手機一天半兩天的時間 我的初步體驗是這部手機簡直像是量身訂造給我用的 因為我自己用 Macbook 只會用 Final Cut Pro 剪片出 Flash Android 的影片 還有會玩 League of Legends 輕量玩遊戲、看 Netflix 、YouTube 上網 這些工作在 M1 處理器上已經完全做到很流暢、穩定 而且它一萬元左右的售價 除了螢幕小的 13 吋先天限制之外 它甚至在處理器用 Final Cut Pro RAM 的速度 比起 i9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16 吋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很不幸運 我也相信有很大部份的用戶都是屬於這個類別的人 就是你在用的軟件包括 Photoshop、 Adobe Premiere Pro 或者是 Adobe 一套的軟件 甚至是其他的軟件 包括你在做軟件或者是實體的工程師 你都要用到一些 x86 基於 Intel 基於 Intel 基於 Intel 的軟件 目前這部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13 只能夠透過 Rosetta 2 進行兼容性的運行 而它的兼容性亦不是100% 所有軟件功能都能夠完美穩定的執行 而針對這類人的話 建議可以等一等你用的軟件 已經針對 M1 處理器做了調校後才入手 純粹了一個關鍵 Adobe 一套的軟件 預計2021年的年頭才會登場 針對 M1 處理器 而最後一類人就是 以前你買了 Macbook 之後 基本上用 Bootcamp 開 Windows 系統比 MacOS 更多 這次就真的不要再因為 Apple 的 Logo 而且我都明白它是很漂亮的機身設計 再入手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因為這次用 M1 之後 不再 X86 架構 應該就不會再有 Bootcamp 的可能性 但 Apple 說到可以透過 Parallel 去執行 Windows 系統 但 Parallel 和 Bootcamp 將來繼續有 Intel 系統的 Macbook 的話 都是 Intel 系統比較穩固的 而去到影片這部份 我最想說的另一個特性就是 這次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可以有三種軟件可以執行 第一種就是最正路 已經針對 Apple Silicon 而去優化調校過的軟件 例如 Final Cut Pro X 它是完美用到 M1 處理器最頂尖封值的效能 而第二類就是 它暫時未針對 Apple Silicon 而優化的軟件 它還是 X86 Intel 系統的軟件 透過 Rosetta 2 做兼容性的執行 但它不是完美 亦未用盡 M1 處理器 本身封值應有的效能 而第三種就是很特別 它是開放在 App Store 上 有 iPhone 和 iPad 軟件去使用 就像我現在的情況 我除了有 Final Cut Pro 之外 我還裝了 LumaFusion LumaFusion 是一款 iPad 或 iPhone 會使用 功能亦是很完善的一款剪片 App 在 Macbook 上也可以使用 除了 Apple 說 它可以開放在 iPhone 和 iPad 上千千萬萬的軟件 在 Macbook 上使用這個優點之外 對用戶我自己的體驗 就是以前給了錢買了的軟件 在這裡不用再買一些專門 MacOS 用的軟件 可以暫時用著 iPad 之前用開的軟件都可以 不需要全套 ecosystem 用開的軟件 就入手用 Macbook 這次是我用 M1 處理器的 Macbook Pro 初步的體驗 之後會更深入研究它用 Magic Keyboard 用剪刀式鍵盤的鍵盤 Trackpad 手勢功能體驗 以及整體整個處理器效能 對比其他 Intel Based Macbook 在不同的處理情況下 分別在哪裡 發熱量控制 還有螢幕表現 喇叭表現 還有 FaceTime Webcam 表現 還有旁邊的小鐘有最新的影片發佈 關於 Macbook Pro 用 M1 處理器的版本 就立即看到了 下次再見